平生留恋 獨不言諒 心有天留一點 問情可想 才能眼下 黃沙千丈 有我心還不可量 世經哀愁 無知無休 離散卻別我 淚意從頭 我願山藏 在我之后 讓天下骨肉相守 我心強旺 雨芬芳 愛還有陀風的 寒霞 我心前往 燭火之光 滿月 更為荒涼 多吃點 吃飽了 帶你去透透風 你是誰 她叫 黑 等一下 讓我猜猜 你是 芈月 是也不是 你怎麼知道 看你的打扮 不是宮女 去年宮女新來的 就只有王后和她的三個硬事 我聽說景氏和孟昭氏都不惜其涉 那麼獨自一人來馬舊的 自然只有芈月了 既然你猜著了 那也讓我猜猜閣下是誰 剛進宮時 宮中的嫔妃拜會王后 那些嫔妃該見的我都見了 你的打扮也不像是宮女 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 大王有一位善奇的小女 那就應該是你了 大公主 你好聰明啊 以後你叫我孟營就好 你真是個爽快人 直爽人碰上爽快人 我們倆一定可以聊得來 走 騎馬騎走 碰上我你可真幸運 為什麼 因為在這宮裡除了我以外 你是騎馬騎的最好的女子 若沒有我你得多孤獨 你從小就愛騎馬嗎 從我三歲的時候 我父王就開始帶我騎馬了 我覺得我父王 是這世間最英雄的君王 總有一日 我父王會成為秦國 擴張疆域最廣的君王 也許吧 你覺得我父王如何 我父王 我很敬重他 敬重 難道只是敬重 難道你就不想成為我父王的女人 難道你不認為我父王是個大英雄嗎 聰明秀出位之英 膽力過人位之雄 但這些只是可敬不可敬 何況我心裡已經有人了 誰呀 是秦國人嗎 他是楚國人 我們曾經相約 要共度一生的 眼下我留在後宮 也是因為他 大王 楚國接連幾次派使者前來咸陽 討養傷於六百里之地 說是大王當年影毒求婚之際 曾有承諾 但是都遭到大王拒絕 楚王因此懷恨在心 眼下楚國與齊國已經結盟 似有向我大秦動兵的跡象 看看這個楚王氣量太小 寡人一句酒後之言 他還當真了 所討不休 還想拉著別人動手 打上門來 齊楚若是聯手 我大秦即使舉親國之力 只怕也難以應付啊 司馬將軍 你何苦長他人稚氣 滅自己人威風哪 甘大夫所言極是 我看不如就此機會 教訓一下楚國 大王 臣願意帶兵出征 大王 自商軍變法 我秦國雖然國力大增 但畢竟底子單薄 這些年 與魏照義渠等國連年交戰 壯丁皆伏兵役 更地荒芜 儘管得到一些割地賠款 但收不抵支 都是靠秘密派出商股 向楚國和巴蜀等地購買糧食 才得以維持不鬧饑荒 臣以為秦國暫時不該再戰 要養息休生一陣 若是他們打到家門口呢 是啊 樗里子 兩害相較取其輕 我看這仗只好打了 誰說這仗就只好打了 大梁總 你太愛動武了 張儀 怎麼又是你來華仲取寵啊 我怎麼華仲取寵 大家都知道 大王剛剛娶了楚王的妹妹 秦楚兩國新婚燕兒 你說翻臉就翻臉 一點大國的風範都沒有 不得遭到中國恥笑嗎 難道張子想將我大秦國土拱手相讓 那倒不是 大王得知道 這世上除了兵刃相見以外 還有一樣東西更管用 那是何物 心智 以智取勝 強過百萬雄兵 大王 這張儀所說的心智 不過就是搖蠢骨蛇而已 好 張儀 既然你慣以京士駭俗治癒下人 我且問你 如果我今日大秦不出兵 你有什麼辦法制止齊楚聯合公勤 我當然有 寡人願聞其想 若大王恩准 我張儀願只身前往楚國 拆散齊楚之盟 讓楚國獨木難枝不得不罷兵 如何 張子是說 你願出使楚國 不用寡人給楚王一寸土地 就可以讓楚國罷兵 大王 土地可以不給 我出遠門總得帶上些盤子 你得給點錢 你不能太吝嗇了吧 大王 您可得當心哪 有人愛財如命 萬一此人騙取了大王的錢財 腳底抹油翼走了之 不見蹤影的話 我們向何處去尋找此人呢 你的心可真大呀大涼糟 如果你真的斷定今日張儀是誇下海口 那你我何不打個賭呢 誰輸了 誰就當著重臣的面 八光的衣裳一絲不掛的 在大王的宣誓殿上跪爬三圈 敢不敢 好 張儀 賭就賭 好 大家都聽到了 張子 大王也聽到了 你願意給我們做證嗎 司馬措將軍為我們做證 甘茂將軍也在 可憑我了 夠了 既然張子有此膽量 寡人就讓你去試試 明日我起身 您就等著微臣的好消息吧 好 好 王后果然別句諱言 這膠房殿經過你的手 顯得雍容典雅 面目一新 大王謬讚 臣妾不敢過於奢華 用的大多都是臣妾的陪駕 這新天的陳設 顏色上多立些繽紛 材質上用的 都是楚國的仇斷鑑絲而已 甚好 秦人向來崇尚簡樸素雅 但有時難免刻板乏味 寡人娶了楚國公主 寡人的後宮也有了楚國山水的 以你絢爛 既然交方殿已經整修完畢 王后也搬進來住了 不妨交上宮裡的嫔妃們 一起到這裡熱鬧熱鬧 是 大王 臣妾感激大王 對臣妾呵護有加 臣妾深覺能嫁與大王是自己幸運 那你就為寡人早早生一個嫡子吧 臣妾聽說 大王甚為喜歡公子華 你是後宮之主 寡人所有子嗣 都可算你的兒女 華兒也是如此 是 臣妾知道了 樗里子跟我說起 當日收拾戰場之時 曾有人撿到一個東西 打聽許久 才聽說好像是你的 穆監 是 怎麼了 這不是你的嗎 這排消是月妹妹的貼身之物 不管是誰的 物歸原主總歸是傢伙 是 對了 你那個妹妹最近怎麼樣 月妹妹喜歡清靜 帶著幾個貼身的人 一直住在慧院 臣妾也思存著 那慧院破舊局促 想要她與臣妾一起住 可她卻不肯 那個丫頭有點降脾氣 臣妾只好隨她了 她要不降就不是她了 如今你是義工之主 不能只顧姐妹情面 而由得她那愛闖禍的脾氣 在外面惹事 是 大王 好 好了 寡人要走了 慧兒 快來 好香啊 好香 我們去那邊看看 這兩個小丫頭 跟了我們大半年 個兒頭都長高了 你看 衣裳都件短了 給你戴上 可不是的 好香 她們這事 還都是王后上次 讓人心做的 不穿也可惜了 等我回去 把裙邊給她們放下來 還能湊合再穿穿 好香 王后的膠房墊 剛剛陳設好 傳話要我過去看看 你們姐妹情深 王后心裡是有你的 未夫人進來身體可好 好久沒見了 真是把婢子惦記死了 夫人還好 你也知道 自從那新王后入宮 這後宮煩心的事 就一日別日多了 那個新王后就是運氣好 要是當時能在五官 姑姑 當心腳下 姑姑 姑姑是否覺得 那人的身高面容 有些眼熟 在五官藝館 我日日與那處娘打交道 就算扒了她的皮 我也認得她 夫人 魏王派人送東西來了 嗯 拜見夫人 魏王讓奴婢給夫人問好 有勞魏王牵挂 是嗎 夫人 是我 你們都下去吧 是是 桑兒 你怎麼來了 夫人 夫人認錯了 奴婢是桑兒的妹妹 慎兒 因為姐姐日夜思念夫人 剛好魏王 要派人給夫人送東西 於是奴婢就討了這個差事 替姐姐來看望夫人 哦 你們這對雙胞姐妹 從小就長得一模一樣 便認起來 還真是有些難呢 既然如此 那夫人就把奴婢 當作桑兒吧 無關事情敗露 我讓桑兒 禁止逃回魏國 其實在我心裡 沒有一日 不掛念你的姐姐 謝夫人 這一邊在天良府席鎮 我們帶過來的妻妻 也拿過來擺飾一下 是 姐姐 妹妹 你來得正好 你快看 大王給你找回了什麼 姐姐知道 這是你的心愛之物 這排消失而復得 趕快收好吧 那日一渠人 攔截迎親車隊 月兒連性命都不打算要了 不行 卻還能將她找回來 當日妹妹替姐姐遭難 姐姐不會讓妹妹白白受委屈 一定好好補償你 你看 這交房殿休整一心 旁邊幾處的偏殿 妹妹可以挑險一處 搬過來住吧 姐姐 眼下 我有更要緊的事情要告訴你 我遇到了 那個在五官 給你下毒的廚娘了 你說什麼 我和葵姑看得真真切切 就是那個跑掉的廚娘 她剛剛從魏國來 替魏王給魏夫人送禮 此刻正在屁香店呢 可事隔一年了 妹妹怎能憑瞬間一瞥 就認出是當日之人呢 我雖只是瞬間一瞥 但當日葵姑 與那廚娘 在廚房打過不少交道 定不會認錯的 那你打算怎麼辦 既然那廚娘 去披香店找魏夫人 那正說明他們倆是一伙的 立刻動用宮中內侍 包圍披香店 抓捕廚娘 讓她說出背後指使 沒有大王傳職 擅自搜繳後宮 抓捕嫔妃母國探親之人 這可是大事啊 捨不得孩兒套不著狼 姐姐再猶豫 機會就沒了 不行 你的話乍聽起來有道理 但細想想經不起推敲 好 除非你我 有穩抓的把握 不然 還是不要魯莽聲勢的好 姐姐何時 變得這樣膽小怕事 大王不喜後宮 有人生事斷 上次妹妹為了福姐 在承明殿已經被大王斥責 大王已然不悅了 妹妹又何苦要 雪上增霜呢 當日那廚娘 害得姐姐幾乎丟了性命 我說什麼都不能對她心慈手軟 更何況 害姐姐的人 就是害子歇的人 姐姐知道你報仇心切 但天下事 進退有度 兩害相全 取其輕 姐姐怕這怕那的 就不怕養虎為患嗎 我 並非姐姐不願出手 我是怕 抓不著狐狸 惹了一身的騷氣 王后大約有她的難處 你畢竟是她的陪家殷妾 若出差池 王后是要擔干系的呀 明明醜人就在你眼前 你卻拿她無可奈何 夫人 夫人 他們是不是察覺到什麼了 那個獸女人好像又出宮 什麼 惠兒呢 在那盯著呢 我就不信心 一人做事一人丹 偏不讓她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月啊 走 外面在鬧什麼 是芈月逮住了魏王 給魏夫人送禮的人 說死人曾在去年 在武光給王后下毒 被發覺後潛逃 魏夫人得知來搶人 兩邊鬧了起來 這到底怎麼回事 大王 這女子是魏王派來 給臣妾送東西的奴婢 芈月無理取鬧 竟將我母國來人 隨意攔截侮辱 芈月與她無冤無仇 何苦要與她過不去 這女子明明就是去年 在武光毒害王后的兇手 芈月血口喷人 這女子與王后從無交集 焰將她只認為下毒之人 欺人太甚 芈月絕不會誣陷一個清白好人 去年我親眼見到這女子 扮成廚娘 在武光驿館下毒 若不是女醫治醫術高明 王后就差點丟了性命 她只是魏國宮裏 以普通女婢 為何要千里迢迢去武官 毒害王后啊 那就要問魏夫人了 你 你竟然將這髒水 潑到了我身上 大王 臣妾實在冤枉 你可要為臣妾做主啊 就算這個女子真的謀害過王后 你硬說魏夫人是其主謀 到底有些謙强 芈月打探過了 這女子叫桑兒 宮中人人皆知 她曾是魏夫人的貼身陪嫁侍女 在秦宮侍奉魏夫人多年 與魏夫人十分親近 可就在去年年初 王后臨嫁入秦宮之前 她突然離開了秦宮 踪影全無 若不是事出有因 這突然失蹤也太蹊蹺了吧 你 抬起頭來 寡人記起你了 芈月說的沒有錯 大王 奴婢不是桑兒 奴婢是 大王 這桑兒絕非是芈月所說的下毒之人 魏夫人說的是 武官下毒之人絕非桑兒 芈月不會看錯 當日謀害王后性命的人 就是她 大王 芈月捕風捉影 去年年初 桑兒的母親過世 父親病重 桑兒是家中毒女 我給了她些盤缠 便讓她回魏國盡孝了 從此她留在魏國 再也沒有回來 此事在我皮香殿人人皆知 大王儘可派人去查問 大王 魏夫人打算害人 當然要將進退早早盤算好 找個口實還不容易 芈月這是處心積慮的 要陷害臣妾呀 你到底是人是鬼 心裡應當明白 大王 臣妾實在是冤枉啊 自大王后入宮 便一心想在宮中立威 臣妾幫著先王后 打理后宮事務多年 被王后視為眼中釘 以除之而後快 眼下她又指使自己的應妾 來陷害臣妾 大王 王后來了 臣妾參見大王 王后來得正好 你看看 一邊是你的陪將 說抓到害你的兇手 一邊是魏夫人 說是被人誣陷的 既然此事是因王后而起 寡人想聽聽王后的說法 臣妾在五官 確實被人下毒 事發後也向萌翳將軍通報 但因凶犯逃走 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害你之人 是這個女子嗎 當日 臣妾身在明處 害我之人躲在暗處 害人之人 使得臣妾 臣妾 卻不知被誰人所害 那你以為下毒之事 跟魏夫人有關嗎 是或是不是 臣妾不知 不知 怎麼說 你也是早有幾分疑心了吧 入宮前 臣妾與魏夫人素未蒙面 入宮後 我們是宮中姐妹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該不至於 對臣妾下此毒手吧 王后 王后不可姑息養姦 若不是魏夫人 那勾結義渠人 攔截王后迎親車隊的是何人 那一心想要王后性命的 又是何人 律家之罪何患無辭 你拿出證據來 芈月 既然 你只認這個女子下毒 你可有憑證 當然這女子 從我們手中掙脫逃跑 被魁姑追上咬了一口 一定會留下印記 大王可讓人查看她的手背 哪這手 回大王 該是左手 穆監 是 是 怎麼 回大王 沒有傷吧 不可能 大王明見 臣妾一生清白 卻被人污良為盜 此刻水落石出 大王 你可要為臣妾 主持公道啊 芈月 你還有何話可說 下毒的人明明是她 手背上 怎麼一點印記都沒有啊 你說呢 那下毒的人 是她 又不是她 芈月你胡鬧夠了沒有 你寡人看此事自始至終 都是空穴來風 只是你芈月無事生非 無中生有 你把寡人的後宮 繳得鞠犬不寧 辱不重責 難以服重 大王 芈月犯錯 都是臣妾管教不言 求大王開恩 讓我把她帶回去 好好教訓 王后向來仁厚 小則小罰 卻不能讓芈月長記性 寡人罰她 從明日起接連十日 身世和有時 給後宮花園打掃路徑 是 不是姐姐怪你 今日之事 妹妹真的太過莽撞了 我是怕那真凶跑了 就再也抓不回來了 可如今抓錯了人 反倒讓魏夫人他們 無理便有理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張臉絕對不會認錯 怎麼竟然不是她 好了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大王罰你在後花園掃地 讓別人看了笑話 有什麼了不起 掃地 總會比擦洗高堂台的 台階更難吧 你呀 太陽那麼毒 芈月在後花園掃地 不知有多辛苦 珍珠 你再讓御膳房 做些綠豆湯 我們給芈月送過去 是 王后真是心地純亮 芈月整日在外面 給王后招惹是非 王后不僅不責怪 還要送綠豆湯犒勞她 昨日在承明殿 月兒是為了給我出頭 才被大王斥罰的 說起來總是內疚 王后詐異 芈月不過是王后的陪嫁硬妾 她一向張狂自行其事 王后若不對她嚴加管教 約束言行 今後還不知道 要闖出什麼禍事來 姑姑 這是我與她的事 和你們無關 王后 別再說了 再去給我盛一碗 是 妹妹 妹妹 你這巧手 一刻也不肯閒著 不必多禮 兩位姐姐悄不聲的來了 都嚇了我一跳 我們若不進來嚇嚇你 你恐怕又要在這 秀上一整天吧 身子沉了 人也懶了 好在手還能動 再說了 這小衣服 很快就能派上用場了 你沒聽御醫說嗎 身子沉了 更要出去走動走動 等日子到了 才好生養 說是這麼說的 只是老一個人 逛這宮裡的園子 也怪無趣的 所以今日 我們才到你這裡來 就是為了陪你逛園子的 走 姐姐 外面太陽這麼大 曬得人昏頭昏腦的 不去也罷 妹妹難道沒有聽說 昨日大王下旨 說是在後花園裡 添了個稀罕的好景致 咱們要不敢去啊 她是會錯過的 什麼好景致 此刻不能告訴你 你隨我們去看了便知道了 走吧 你們看 那是誰呀 還能有誰呀 那不就是王后的親妹妹 芈月嗎 芈月怎麼會在這兒 還坐著宮中下人的活蹟 對 芈月犯上作亂 誣陷魏夫人 被大王責罰到後花園掃地來了 這個 不會是你們要帶我來看的景致吧 怎麼樣妹妹 看著還賞心悅目吧 還是算了 我們還是回去吧 我們犯不上招惹他們 怎麼 因為她我被禁足一個月 還沒出這口惡氣呢 好 見過國美人 樊少使 魏少使 妹妹真是老苦啊 讓人心疼啊 若早知如此 該悔不當初吧 芈月做事 從不後悔 芈月妹妹手腳零便 倒像是做慣了粗活的人 聽說大王除了罰你掃路徑 還責令王后好好教訓你 也不知道王后 準備了多少藤條和板子 宮中餘不可及之人 果然很多 可惜王后今日的板子 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大約該是有幾分疼了 國美人 你善生是非 謠言惑眾藐視中功 你可知罪 芈月 你敢教訓我 被別人當槍使喚 還到處賣弄 真是餘不可及 站住 姐姐 這死丫頭氣案也太囂張了 她完全就沒有把你放在眼裡呀 算了吧 我們還是回去好了 你尊卑不分 竟敢頂撞於我 來人 把她拿下 可憐啊 可憐啊可憐 現在讓我可憐你 遲了 我是說你可憐 少廢話 長嘴 誰敢動手 拜見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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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請 樊少使 你身子不方便 起來吧 謝王后 我竟不知道 這后宮中 原來誰都可以越過我 來處置我的應世 臣妾不敢 王后明察 你是說我糊塗 看不清對錯 太陽刺眼 看不清也是有的 好 就算我眼神不济 你倒是说说 这芈月到底有何过错 要你来罚她 她一个没有身份的硬妾 居然敢跟我顶嘴 你是宫中老人 自然懂得位分高低 方才胡言乱语 亵渎侮辱我 这该如何处置 臣妾性格爽快 都是无心之言 王后 这国美人好厉害呀 无心之言都能挑拨 是非恶意中伤 若有心 岂不即刻便杀了人 姑姑说得对 我今日不罚国美人本人 但我要罚她那张嘴 她既然喜欢长嘴 那就自己长嘴 二十下即可 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 看为妥当 王后 国美人服侍大王十多年了 即便是没有功劳 也是有苦劳的 求王后给她留点颜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日我要不罚她 怕她是没有记性 珍珠 是 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 要打得响亮 打闷了 打轻了 都不算数 是 打呀 快打呀 打得太轻 这下不算 再打 王后 火器不必太盛 刚立了下 还没入伏 火器大了 容易伤身 大王的长姐 嬴夫人 想不到这么巧 在这儿 会碰到王后 自大王大婚 我这是头一次回宫 就撞上了热闹 大热天 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 快起来吧 嬴夫人明见 臣妾无罪 不过就是多说了两句 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 王后乃后宫之主 无论是大错小错 罚你 总有罚你的道理 我 你是后宫之主 是中宫 更应该宽厚人德 别动不动就罚跪 掌嘴 会吓坏人的 嬴夫人有所不知 是国美人先动手打人的 是吗 可我怎么看到的 却是国美人被掌嘴 哭哭啼啼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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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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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王后这般羞辱我 我还有何也面在宫中活下去啊 大王要是不替我做主 那我只好死了 宫中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一手遮天 有人 就不得不忍气吞声 除了以死相拼 否则 就要永远受人欺负 记得先王后还在的时候 有一次 唐夫人做错了事情 先王后当着众人面责罚了她 她大约是因为面子过不去 就投还上吊了 结果被她的侍女撞上 救了她的性命 为这事 大王还训斥了先王后 从此以后 这宫里 就没人再敢招惹唐夫人了 怕她再死一回 是啊 那次唐夫人运气真好 什么运气好啊 我猜她其实只是做个样子 她大约是预先让她的侍女候在门外 当她踢翻胡床 侍女冲了进来 别人也只能赞她好运呢 臣妾参见大王 大王 樊少使就要生产了 怎么样了 樊少使滚下台阶 受到惊吓 身子也受了挫伤 这生产恐怕要匪些周者 医女正在里面施救 请大王放心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是 再使劲啊 夫人 再使点劲 赶紧拿水 拿水来 坚持住啊 夫人 使劲啊 出来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樊少使生了一位公子 樊少使怎么样 樊少使失血过多 身体虚弱 李密 臣在 寡人将樊少使交给你 务必要让她康复 是 臣妾恭喜大王 又得了一位公子 大王 大王 大王救命 大王救命 又出什么事了 郭美人 郭美人被王后施意掌刑 不堪受辱 偷还自尽了 大王 你是后宫之主 看看你做的好事 大王 这不干臣妾的事啊 寡人明明听盈夫人说 郭美人跟芈月口诀几句 你却大发雷霆 让郭美人掌嘴了 嚇得那胆小的樊少使滚下台阶 你呀 太让寡人失望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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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 姐姐 姐姐 王后 太医 太医 姐姐 你也不想看你 我 我 不想看你 我 你也不想看你 你也不想看你 你不想看你 從何棄數 心有情思 萬切延續 卻深得一縷孤獨 春花開瀉 秋草有苦 生衰榮辱 如何稀疏 逆水暖 微水寒 還不回 依然如故 長盡悲歡禮 何人間苦 卻怎麼 遲遲天涯陌路 去心宿 十一度 去情再相伏 願為你 平靜柔情熬骨 往今相似紅顏凋零出 我只願 與你朝朝暮暮 愛如心 恨如故 生死再相伏 願為你 永生永世守護 願為你 永生永世守護 永世守 永世守 永世守